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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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HKU Space的同學 我想今天也有些老師在這裡 也有ACCA的朋友 我今天看到我們204號房的朋友已經坐滿了 205、206號房的朋友 你們好 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是補習天后 剛才Joseph說到原來你們的ACCA 將Integrated Reporting 立為考試的課程 這個真的很值得讚嘆 不過今晚不是Model Answer 先說明 尤其是你說原來是要考試的 我們一般是一個Disclaimer 其實所謂Integrated Reporting 都是一個Concept 尤其是我們CLP 經過了過往這三年 不斷探討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今晚只是和各位分享我的經驗 不是說這是一個Best Model 以及你可以完全不同意我今晚說的話 但我們可以大家討論一下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們亦都希望經過這些不同的交流會 可以令我們CLP去想一下 我明年可以怎樣做得更加好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Chapham House Rules 今晚說了就算了 OK 首先 什麼是Integrated Reporting 其實呢 真的很悶 這四張Slide 就是給遲到的朋友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東西錯過 所以這四張你可以先休息一下 OK Integrated Reporting 就是 就是剛才Joseph 都已經略略介紹過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 是有知道 什麼叫Integrated Reporting 我亦都不去詳細 是一個新的方法 但是其實呢 你經常記住 Integrated Reporting 你記住 另外三個字 就是Value Creation Process 以前呢 大家傳統做Annual Report 總之呢 有碗就數碗 有碟就數碟 有碟就數碟 這樣就數了出來 就不知道你哪個人看都好 總之我就說了我的東西 這樣 或者呢 又會說多些好的 不是很好那些 在那裡遮遮掩掩 這樣 但是 完全是毫無目的 這樣來去reporting 但是Integrated Reporting 它是introduce 一個concept 就是令到你去思考 究竟我的business 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business drivers 令到我呢 去想一下 我應該怎樣 將這個business model 分析好呢 來披露給我的shareholders 或者其他的stakeholders 讓他們了解 知道我的business 是怎樣運作 但是最終的目的 都是告訴他們 我這個business 是賺到錢的 是有value的 無論在economic social environmental 各方面呢 都是可以create value的 那麼它就用這個concept呢 是facilitate 那些上市公司呢 是怎樣去show 這些information 而另外呢 它會focus就是說 比如說 剛才我講到說 一般的report 就是 全部都說出來 那麼它是focus 比較呢 是material的information 我的麥克風 是不是聽得不太清楚啊 你們 OK啊 那麼 那麼 所以 是比較呢 是focus一個 是long term 這個長遠的 是 整個value creation process 不是說 只是說 未來的一兩年 那麼它會分析到 在短期 中期 和長遠的期 的時候呢 是有些什麼rease 在那裡 有什麼opportunities 是可以去做到 那麼 而 integrated reporting 這個是一個很typical的 在你所有IRC的booklet 都看到它這個解釋 怎樣flow 這個integrated reporting的approach 最主要呢 其實呢 由左邊你看 就是它有不同的capital financial manufactured intellectual human social relationship 和natural 有些什麼capital呢 是你吸引到 注資進去你的公司 而你這間公司 有這些input呢 那你定你的mission 是什麼 而呢 根據當時的operating environment 有些什麼rease 有什麼opportunities 你定你的strategy 怎樣去運用你的resources 跟著呢 就是有些什麼output出來 然後呢 有什麼output呢 跟著你就再是refer on 你的performance 未來的發展是怎樣的 然後整個這個model呢 受到這些capital的鼓勵呢 從而呢 就帶出一些benefits 一樣去回你的 給你的shareholders 給你的customers 你的employees 還有其他suppliers 或者是一個environment community 那方面帶出一個benefits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很簡潔的概覽 而integrated reporting framework呢 IRC那個呢 其實有七個guiding principles 就八個content elements 那他們定這些東西出來 都是定一個框架 等方便呢 你做這個report的時候呢 就跟著 我要留意這些這樣的principle 那我呢 Sorry啊 很細有些字 你未必看得到的 那最主要呢 就是說 要有strategic focus 要是future orientation 不是說只說現在的東西 將來的東西 你都要分析的 那這些information呢 是要有連貫性的 亦都是跟不同的持份者 的關係 你要show出來 最主要呢 這個比較難的 就是說 集中呢 要disclose些 什麼是material的information 那這個呢 在現在來說呢 都是一個最大的難題 當你去選擇究竟哪些information 是material 哪些不是呢 那是見仁見智的 那所以ILC呢 他們現在呢 都成立了一個task force 就去研究了 就希望呢 可以明年再出一個guidance note 就是 講究竟 怎樣是定這個material material的information Sorry 去回這個 然後呢 就還有個guiding principle 就是要很簡潔的 你長篇類聚 我看了兩頁 我已經睡覺了 就不會再看下去了 當然 那些information 是要可靠和全面的 剛才說過 不可以報喜不報憂 還有呢 就是要有consistency 和comparability 因為呢 你所披露的東西 不僅是今年的 你是一定要 establish一個framework 是可以compare year on year basis 還有呢 是可以benchmark against 你的peers 在你的industry那裡 那別人的investors 才知道呢 你的performance 究竟是怎樣 那這七個guiding principle 呢 我們CLP呢 就是 做我們的annual report 都有呢 是沿用這個principal 來去定那些 搜集的資料 但是我們是沒有rigid的 去跟實它的 因為呢 我覺得呢 每一間公司 應該有它自己的uniteness 你看你自己 那個business的nature 有些什麼東西呢 是適合用的 就可以去運用 那就不是說 一定是要很rigid的跟著 那它跟著有八個content elements 那個framework 這八個content elements 就是說呢 如果你用這些principal的話呢 你跟著一個report裡面的內容呢 你就可以包括些什麼東西 那它就suggests你呢 譬如說你包括呢 是說一下你的公司的組織的架構 那個外來的環境的因素是怎樣 你的管治是 的structure是怎樣 還有一個business model 每一間公司都不同 一會兒我會有些例子給大家的 是用CLP的例子來解釋 有什麼risk opportunities 就是要有個section來解釋這件事 亦都是resource allocation 你的strategy 和怎樣分配 你都要在那個年報裡面披露的 performance那方面呢 就是要focus是一些strategic的objectives 另外呢 不單止只是說performance 今年的performance 要說到未來的 有什麼outlook 最後呢 就是說 你那個report裡面的information 究竟你是用什麼basis 來去prepare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方便那些investors 看究竟可不可信 究竟你是怎樣的這些data 怎樣收集回來的 謝謝大家